都说碳纤维的强度是钢的几十倍 那为什么不用碳纤维来造坦克 从纯技术角度上讲 碳纤维复合材料可以用于气球和飞机 当然也能用于坦克 而且用碳纤维造的坦克重量轻 泡起来这一块 但是你开着碳纤维坦克吃着火锅唱着歌 突然不知谁扔了一个燃烧瓶过来 坦克瞬间就爬窝了 在大概几十秒后 坦克内部的金属凝件还能保持原样 就是多了一些脏面出来 就如同这辆碳纤维的宝马i8 碳纤维作为如今的新材料之王 必然是有两码刷子的 最大的特点就是强度高 举起碳纤维的拉伸强度可达3000Mbps以上 甚至7000Mbps也没问题 仅一束标准为12K的碳纤维 还不到一支铅笔粗 却可以承受130公斤左右的重量 而高强度钢呢 拉伸强度只有600Mbps 超高强度的也就1000Mbps以上 所以即便拿出最垃圾的碳纤维材料 也能掉到钢材 还是按着地上花样摩擦的那种 其次碳纤维的重量比许多金属还要轻 它的密度是氯合金的五分之三 钛的五分之二 钢脑五分之一 再加上又非常的耐高温 在3000摄氏度下依然安然无恙 并且它的耐辅实性能好 能耐各种酸 碱 油 还包括海洋环境 因此碳纤维在很多领域都被广泛使用 像鱼杆 毛球派 自行车 汽车 甚至飞机火箭上也有它的身影 比如我国的民航大飞机C919 其发动机就使用了碳纤维复合材料的叶片 又比如2024年1月11日 首飞成功的引力一号云彩火箭 其发动机可体采用了碳纤维材料 但是碳纤维并不是十选十美的 也有致命的缺点 碳纤维产品是以纤维丝为原料 接着经过一层层的堆叠编织 从而形成不一样的形状 然后再经过高温碳化以及氧化等处理 再涂上一层树枝 最后固热成型 虽然碳纤维本身不会燃烧 但它是软质材料 需要树枝固化剂定性 而这个固化剂是可以燃烧的 因此要对付碳纤维坦克 都不用穿甲弹 一发燃烧弹扔过去 就要等它自己化掉吧 再者 碳纤维是拉伸强度高 但冲击强度不行 还不如泡沫塑料 也就比饼干强一点 它的高强度是靠内部细小的纤维丝 所支撑的网提供的 如果是那种受压面积较大的装机 这张网可以将撞击力分散到许多根纤维丝上 但如果碳纤维材料遇到尖锐物体的撞击 不好意思 它是扛不住的 会很容易被刺穿 所以你的碳纤维坦克 不光怕火 害怕尖刀长毛之类的冷兵器 综合来看 碳纤维比较偏刻 而相比之下 钢材件就是六边形战士 要清楚一点 碳纤维的强度是在纤维方向上 纤维之间的强度就是弱积 那点强度就靠树枝提供 而钢铁无论从哪个方向都一样结实 钢材在遇到冲击时 顶多就是变形 而碳纤维是直接碎掉 再者 维修方面 钢材打了个洞 直接含上一块钢板继续使用 而碳纤维要是打个洞 直接更换整个附件 因为它本质上是编织结构 没法修补 最后就是成本方面 钢材本身不贵 钢纸彻底抛塔 可以整个胶筑 或者大块焊键 速度快成本也低 而碳纤维的价格是刚才的几十倍 而且组件的制作 还得手工一层一层的贴到模具上 再抽真空 加压加热固化 某某口袋里的小千千 真心造不住 要知道 在战场上 坦克也能承受 来自各个方向的强力冲击 所以碳纤维材料嘛 只能说拜拜了